谈判已彻底破裂,马杜罗拉响橙色警报,数万大军集结边境等待战斗。 在里应外合的攻势下,委内瑞拉民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经济崩盘再加上遭受美国制裁。 看不到希望的委内瑞拉又遭遇外敌觑。 9月3日,马杜罗对外宣布,鉴于委内瑞拉和邻国哥伦比亚边境安全局势紧张,面临入侵威胁。 委内瑞拉决定发出橙色警报,得到命令的委内瑞拉武装力量已经派遣了数万名士兵前往边境集结。 从去年开始,哥伦比亚就成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外部袭扰的跳板, 曾多次组织所谓的救援物资车队从边境地区试图闯入委内瑞拉。 不过在马杜罗的强硬阻挠下,这一计划没有成功,之后两国就边境地区的谈判也宣告破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